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這次我們一樣介紹EB的一個四分之一的角色 這個是之前的一個電影 它出了藍波第三集裡面的一個主角 你可以看到封面上面就有一個 藍波山的一個部分 再來這個保麗龍盒一樣是很大 我們就一樣把它拿起來介紹一下 我們就不再看外盒 這個外盒沒有什麼好特別去介紹它的 再來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一個 藍波的字 再來拿這個字是有點銀色的感覺 我們再把這個拿起來 好,你就可以看到主角在裡面 那這隻主角呢 其實EB上就也在上色上 一直都... 最近其實改善非常的多 以前常常會有這個部分 這隻一樣有它的缺點 大家都說它的膚色看起來像賽傷的 不過這等一下我們大家看就知道 所以我把主角拿出來 好,讓它降在旁邊 所以第一層呢就只有主角 那再來呢第二層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拿出來 你可以看到它總共有拿一些... 配件 好,那配件的部分呢 從這邊你可以... 大概看得到 一樣有... AK-47火箭筒 然後...槍的部分 好,那我們一樣把... 配件拿出來 那配件分為兩顆 那至少是比較方便拿的 所以我們把兩顆拿出來 好,那這個呢 還送了所謂的... 它不能算限定版 應該是... 出版預訂送的 就是... 多了一個... 一包箭的部分 我們把它放到旁邊 那底座的部分呢 一樣... 跟... 魔鬼狀態者一樣是偷懶的 所以它一樣用這個來固定角 好,那我們把... 這些東西放到旁邊來呢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主角的部分 首先呢底座 既然拆下來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底座的部分 它是做那個... 因為它是... 印象中應該是在越南 在越南打戰的部分 那... 因為太久我已經忘記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南波的... 那個... 字 然後再來這個... 是做的像那個... 泥土地的感覺 那... 質感呢 我覺得普通啦 因為泥土地照常來說 應該不反光 可是它有點反光 那如果有點反光呢 它應該做有點濕濕的感覺 可是... 它就整片都是一樣 反光的質感 所以它在這個... 地台上面上色 其實我個人覺得沒有... 很用心的部分 好,那我們把地台放到旁邊去 那再來呢 這個是出版... 所附的 所以裡面呢 就是一些... 弓箭 那其實弓箭裡面已經有了 那出版是額外再送... 兩支弓箭的部分 那就是... 出版贈品 那我就... 不把它打開了齁 那再來呢 手勢的部分 它附了一些... 手... 你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手勢的部分呢 它總共附了... 四對... 八支手 然後再來這邊有... 石頭 那這個石頭呢... 可能要當暗器之類的吧 所以這個還附了一些石頭的部分 那石頭... 基本上你是可以裝在底座上的啦 那... 你也可以把它拿起來嘛 當暗器 好,這是石頭的部分 那這個... 這一盒就沒什麼好看的 所以我就把這一盒... 放到旁邊去了 因為它就是... 手掌跟... 石頭的部分而已 那... 底座的部分我也都先... 收到旁邊去 那接下來呢 看它的... 主要配件 那主要配件呢 其實就是... 它有附一些... 武器的部分喔 那個是比較... 豐富一點點 那不過我覺得 1B一直以來它... 如果以四分之一的價格來講 它其實還算是... 個人覺得還算滿划算的 它四分之一的價格都差不多是... 12000左右 可是它... 附的東西跟... 整個部分它... 還算超級 如果跟... 它的六分之一比起來 1B的六分之一就稍微偏貴了一點點 好,那我們把... 這個... 打開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配件包到底附到什麼 好,配件包的部分呢 首先一個... 弓箭背帶 這個你可以把弓箭放進去 那這個皮革摸起來跟阿諾的皮衣有點像 所以這應該是比較像真皮的 因為阿諾皮衣是說真的小牛皮做的 那所以這也是他還蠻有價值的部分 所以這個摸起來像是真的啦 聞起來呢聞不出來 那再來呢有一個 那種麻布牌 那它是綁在腰上的 裡面一摸就是保濾龍 這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那我把它放回來 那再來呢 這邊有貼了一片把它撕起來 手榴彈 手榴彈其實是金屬的 所以這個手榴彈做的很有份量 那金屬當然是底下這一塊的 上面這個 看起來看不太出來 它摸起來的手感這片好像也是金屬的 那不過呢它 我現在轉它 它應該是沒有什麼 那個機關的部分 擦銷也不能拔 那這個是可以拆起來 不過手榴彈基本上應該不是這樣子拆啦 這應該是拔擦銷之後就丟 它就會爆炸了 所以沒有人把這個 引性拔起來 那這個是手榴彈的部分 那上面有一些掉漆的質感 我都不曉得到底是真的掉漆磨到還是 沒上好還是故意的 因為 其實它 掉漆的質感上的有點 粗糙 而且只有在中間這一段 你可以看得到 好那這是 掉漆質感的 手榴彈 那再來呢 附了一把小刀 那這把小刀拿起來就是 塑膠的 那這把小刀可能要插在 綁腿上面 那這是一把小刀 那塑膠的部分 那刀鋒的部分 有稍微上層銀色 不過 很明顯的塑膠質感 好 再來附了一把 壁手 那壁手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還有 連皮套 那這皮套呢 基本上摸起來是 皮革的感覺 那壁手呢 你要把這個解開 你可以把它拿起來 好 那壁手就是金屬的啦 那 不曉得是這個 放太久洋化了 還是怎麼樣 它上面看不到 金屬的質感 那不過這個 必然是金屬的喔 所以 你可以用防鏽油 或是什麼擦一擦 基本上它應該可以 還原成 原本金屬質感的部分 那整支拿起來一樣 是非常有份量的 藍波刀 那 藍波刀之所以這個名稱呢 可能就是這部電影 所帶出來的一個蜂巢 那變成 以後這種刀都叫成藍波刀喔 那這是這個比較 特別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把這把刀 再放回去 好 那再來就是它的 弓箭跟槍 那首先我們先看 槍的部分 槍拿起來一樣是金屬質感喔 那 這個是它在槍上面 比較 用心的部分 那 比較 怪的地方是這邊 雖然是木頭啦 可是你可以感覺到它的木頭呢 有點偷懶 就是紋理跟 感覺都怪怪的喔 特寫你比較看得出來 就是太過粗糙 那這是木頭的部分 那不過整把槍還是有一定的 質感 就是AK47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有一定的份量 那彈匣 拆起來你可以看到上面有 子彈 那這個子彈呢 是可以退出來的 所以 上面的子彈是可以 退彈的喔 那不過 這手太大推不出來 好 好 所以這是子彈的部分 那 退出一顆讓大家看 因為我現在大不太出來 好 你可以看到 退出一顆 子彈 那裡面還有很多顆喔 並不是只有一顆而已 所以你可以 再把子彈壓回去 那 那我不曉得裡面有幾顆啦 我就不把每顆都退出來 讓大家知道一下 它這邊 其實是真的做像 就是 彈帶 然後是 裡面是可以塞子彈進去 是可以退子彈的 那 這邊呢 是子彈的部分 那一樣再把它裝回來 那這邊是 槍的部分 那槍的部分呢 看一下有沒有其他的 機關 這一片呢 造成你說應該要可以 翻起來 不過目前翻不起來 好 那沒關係 至少準心你可以看到 是可以翻起來的 好 那這一 這一個 就是板機的部分這邊呢 這邊是有所謂的 扣住 那造成你說翻下來之後 這邊應該是可以 翻下來或是翻起來 不過目前呢 我再翻它並沒有效果 好 OK 那這個是 槍的部分 好 把槍放回來 那這個部分也許看說明書 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介紹 就是 槍的部分可不可以翻下來 這我就沒有 去注意它 那再來就是它的火箭筒 那這火箭筒其實還蠻大的 那它如果照正常比例 你可以看到 火箭筒其實 快跟人一樣高了 那這是火箭筒的部分 那 一樣是 中間這一節一樣是金屬 所以 拿起來很有金屬的質感 那 這火箭 當然 火箭筒裡面的火箭 當然是可以 拿出來的 好 那前面這一塊應該是鋁的 就是彈起來它的聲音 聽起來的感覺 像是 鋁的感覺 那中間這一段是金屬的部分 那當然不能真的做 發射 可是這個板機是 可以 可以按的 好 那這邊是這個部分 那 其他應該沒有什麼機關了啦 那這是火箭筒 那 這邊是觀看的 那個望遠鏡 所以這一片是可以拆下來 不過呢 這邊 裡面是沒有鏡片的啦 所以 拆下來之後你只會覺得是一個洞 就是 如果進來要做裡面 其實可以用塑膠鏡片之類來 來 呈現那個感覺 好 那這邊有 開關可以動 那 實際上我沒有 研究過武器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火箭筒這個開關 到底是要幹嘛 那至少知道這個是 瞄準鏡 這邊還有瞄準器 可以翻起來 那這邊應該也是 可以做翻起來的一個 動作 好 這個就是 火箭筒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兩個地方是可以做 翻起來的 然後這是瞄準鏡的部分 好 那這是做的還蠻有質感的 一個火箭筒 而且非常的有份量 那最後就是 它的弓箭 那弓箭呢 把它拿起來看 你可以看到旁邊呢 它有 三 四隻是插在上面的 那這當然是可以 拆起來 就是你可以把它拿下來 然後 裝在發射 裝在發射 弓箭上面 拔不起來 好 OK 可以把它拿下來 裝在發射 弓箭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 那這當然 就是 塑膠的 所以這種東西 久了 它已經就會 可能會 變形 那這是 沒有辦法的事 那這邊還有一個 縫隙是可以插 那個 弦的 讓你可以去做 弓箭的部分 然後這樣子去做 發射 這應該是在 這個地方吧 好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是 弓箭的部分 那 這個弓箭呢 基本上跟 之前有一個叫做 Hotory之前出了一個 女生的角色 那 它是刀鋒戰士裡面 它有附了弓箭 那 其實整個結構還蠻像的 那 這是 弓箭的部分 只是刀鋒 戰士裡面的那個 女生的那個角色弓箭 是還可以做 折疊的 那 這邊它並沒有設計這個部分 就是一般 正常的弓箭 那弓箭是 塑膠的 就不是金屬的 那中間這一片 敲起來這一塊應該是金屬 然後這一片是 塑膠的 那這是 弓箭的部分 好 那這個就是 它所有附的一些 配件 那 配件呢其實算 雖然沒有到非常的多 可是已經算非常的 不錯了 跟 最近它都比起來 配件已經是 算是多很多了 好 然後把弓箭放回去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主角的部分 那主角的部分呢 其實 西威斯史特隆這一隻角色是 比較 矮一點點 所以呢 你在那個 跟阿諾比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身高是 有一定的差異 就是差了差不多半個頭 那不過呢 我們就不把它拿出來比較了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身體的部分 那 首先我們當然先來看 頭雕 那頭雕的部分呢 其實這個頭雕做得非常的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像 那一樣是沒有 沒有可動眼 可是 頭雕的完成度其實非常的好 那我們前進一點燈光比較亮 好 你可以看到頭雕的部分 好 其實完成度非常的好 那這邊還有一些 疤痕 好的 這是頭雕 那 在大家印象中 阿諾是綁 不是阿諾啦 西威斯特隆是綁紅色的帶子 不過它可能第三期是綁黑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黑色 並不是紅色的一個帶子的部分 那稍微轉一下頭 讓大家看一下 各個角度 然後再來它有一個 玉佛的玉配 在這裡 那這當然是 塑膠做的一個玉佛的玉配 那 身體的部分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 身體呢其實有一點點偏紅 那不過跟頭 有一點點色差 但沒有差很大 那差比較大的其實在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它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手掌 反而跟身體 有比較大的一個色差 所以到手掌的時候 感覺它是帶手套 手掌沒有曬黑 身體都曬黑了 好就是這種感覺 那 不過身體有做一些質感 就是 它的身體裡面呢 其實上面這一片是 軟的 那 其實上次說過了 我不喜歡脫男生的 衣服 不過稍微讓大家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這個手能不能拆下 好 可能不行 好 那衣服 反正它身體裡面是有做 做那個 塗裝的齁 這我都拆不下來 好吧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 脫掉衣服的 只是脫掉衣服呢 其實 我們把它拉起來 讓大家看一下 衣服裡面的部分 好所以它的素體是 是有做的齁 為了脫衣服 所以我們 再把頭拔下來 那這顆圓球呢 就跟阿諾不一樣齁 圓球 阿諾的圓球 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顆呢 基本上不能換阿諾的頭 阿諾圓球是裡面的這個 大顆的 那不曉得為什麼 它做的不一樣 那不過阿諾兩個是一樣的齁 那這 衣服呢 我們把它脫起來 讓大家看一下 它雖然是背心齁 不過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脫 好 OK 照正常人脫衣服的方式 不uls 然後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 素體的部分 好 那素體的部分呢 它有做肌肉的感覺跟曬傷的部分 雖然沒有上一些陰影跟質感 不過它上面還是有做一些細節的部分 然後再來有上一些青筋 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手臂這邊都有一些抱青筋的感覺 真的最大的差異就是我剛才說的就是 手掌的顏色是它真的是這次比較大的敗筆 就是不一樣 那再來有一個陸戰錶的部分 然後這是它的手錶 手錶說精細也還好 我覺得有點陽春 不過它有附一個配件 那身上還有一些疤痕跟刮傷 那這一片是軟的 所以皮帶的部分 它就是那種均能用的銅的皮帶 只是它的皮帶看起來沒有銅的感覺 就是太舊了 好 那身體的部分呢 目前我這樣子轉動是發現它不會動 所以它裡面呢 雖然這一片是軟的 可是裡面感覺是沒有關節可以動的 就是 這是比較奇怪的一個地方 至少我怎麼用力它都不會動 好 那手我把它稍微 舉高一點點 它手在轉到某一個角度會有點卡住 OK 好 你就看一下 所以身體有在怎麼 搬動它 它都不會動 所以身體感覺是沒有關節的 好 那腳的部分當然就沒有什麼問題啦 那這個是 阿諾這隻腳色 然後它的樹體 那既然把它身體拆下來 頭也拆下來 最後讓大家看一下它的頭 那不過呢 就是 首先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 這不能算迷彩褲 因為它不是迷彩 好 那就是特種部隊的 褲子的感覺 然後鞋子的部分 鞋子是膠鞋 那我很不喜歡這種 膠鞋 因為它嚴重影響到 可動性 所以通常穿這種膠鞋 鞋子 腳就幾乎完全不能動了 那這 這就沒有辦法 你可以看到 我怎麼彎它腳都是固定的 那這是 這隻腳色穿膠鞋的一個缺點 然後身體 也不能動 所以它可動範圍不能算多 就是除了正常的 膝蓋、手 手臂、手腕是可以動的之外 其他幾乎沒有什麼可動的一個 範圍 那可是優點就是它比較不會跌倒 就還蠻穩的 好 那再來呢 特寫看一下 頭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阿諾的這隻 角色 那 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樹體 跟把頭裝上去 那 讓大家看一下各個角度的部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不是阿諾啦 也一直講錯 希望大家會喜歡南坡的這隻 石頭尾龍的角色 那 它是做完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感覺整個都做得還蠻不錯的 唯一的詬病就是 手掌的顏色是比較大不一樣的地方 那不過這個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是正面的部分 那到這邊你就可以看到明顯的手掌顏色不一樣 好 那是身體的部分 那 頭雕的部分 然後轉過來看一下背面 好 背面有 浩克肌肉的感覺 那這是背面的部分 沒有站好 這是膠血的一個缺點 膠血因為腳掌沒有辦法轉 所以基本上它不太 不太能平衡 其他上它的腰又不動 好吧 那我只好扶著它 不曉得為什麼轉背面它就不站了 好 那這是背面的部分 那一樣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大人玩具開箱 那也希望大家持續關注我的大人玩具開箱 然後 有任何需要預訂的商品 那也可以跟我預訂 然後讓我有機會介紹更多的 玩具給大家